說到一群失去控制的人 無法自我控制的一群人 VICE這本雜誌 剛發布了一個同情性侵犯 甚至性侵累犯的一個影片 就在說他們也是人 他們跟一般的人沒什麼不一樣 我們要重新接受他們回到社會 然後這個紀錄片的結尾 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以前很喜歡看VICE的東西 他們常常會指出一些社會問題 當然我以前也是個大左派 這個雜誌都會說什麼 這一切都是社會的問題 我們有太多的壓力 放在這些性侵犯的身上 種族歧視 性別歧視 貧窮 是社會毀了他們 如果我們的社會不是一個 白人至上 種族歧視 資本主義的社會 他們就不會去性侵啊 他們就不會去當性侵犯啦 我相信他們真的就是 抱著這個心態 這個純真純樸的心態 去拍這部紀錄片 真的就是很想要幫助這些性侵犯 回到社會 然後最後一段 結束了呢 訪談之後 他就寄了他的小弟弟的照片 給我們的製片人 真的是讓我感覺到 我們真的要非常的謹慎 謹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美德 也是左派最不在意的生活方式之一 文化 價值觀 各方面我們是要非常小心保護的 而且是需要時間證明的 有的時候 我在跟保守派的人討論事情的時候 會有就是 Ethan你怎麼就是這麼死板啊 香菸一年殺了這麼多人 為什麼你只支持禁止大麻 然後不支持禁止香菸呢 對不對 你以前不是覺得說 同婚無所謂嗎 為什麼你現在完全反對同婚了呢 我們要怎麼樣確保人權 同時又要確保 同性戀族群的人權 我們要怎麼樣 同時赦免這些罪犯 但是同時又要確保 有正當的正義 要怎麼樣斷定 哪些人可以回到社會 哪些人必須要繼續服刑呢 答案就是 要非常謹慎地去做每一個決定 還有要有一個非常基礎的標準 為什麼Lizzo不能吹水晶笛 你不讓他吹這個麥迪遜的水晶笛 會不會是因為你種族歧視呢 你會不會讓其他的人 吹麥迪遜的水晶笛呢 我認為一個樂器主要目的就是要發出美妙的聲音 如果一個人可以吹得很好 而且是要把這個榮耀賦予到這個樂器上的話 那就應該把這個機會給他啊 那為什麼Lizzo不行呢 因為Lizzo穿成那個樣子 在台上搖屁股 不用說不像個音樂家 甚至不像個正常人 他在做的事情就不是一個端莊的事情 如果一個樂手他真的穿西裝打領帶 非常的優雅 或者是穿長裙非常的優雅 做了一個非常棒的表演 他形式端莊的話 那就是應該被尊重 如果今天我們在講我們美國的一個文物 一個建國國父留下來給我們的骨雞 我不想要這個文物被糟蹋 我們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要非常謹慎的 就跟面對犯罪的時候也是一樣 他們應不應該回到社會當中 他們應不應該繼續被關 要做這些決定 是要非常非常謹慎的 我們的生活裡也是充滿了這種 看起來沒什麼的東西 我們也常常會告訴自己說 就這一次應該還好吧 一下下就好吧 吃一點就好 喝一杯沒茶 撒個小謊反而是善意的 但是常常這些事情 就是會有裙帶效應 會把我們一點一滴的拉下去 所以說我們在小處上就要謹慎 而且凡事更要用聖經 來做我們的道德價值觀標準 而且千萬不能把聖經斷章取義的 當作是我們的理由 我沒有去看聖經 但是我有去教會聽講 我沒有去教會 但是我天天禱告 常常最後就會變成 聖經說的不一定是對的 聖經不一定是完整的 我們要對自己追求完美 不要給自己找理由 我們就是要有信心 可以靠著耶穌的帶領 最終得到勝利 我們可以戰勝我們自己 有一次我被問到 你在這邊做AI News跟PHC幹什麼 又沒人看你的這些節目 你最終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當時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大概在半年前左右 要是我現在回答的話 我的回答是 我希望我做的這些影片 有一天會被說成一點意義都沒有 這都已經是大家的嘗試了 大家都這麼做了 全世界講中文的人 都充滿著道德跟美德 都遵守實際 都很自重端莊 不會貶低別人 也不會攻擊別人 這大概就是為什麼 我們每天都在這邊 寫新聞寫稿 錄影的原因 因為我們想要把正義 美德 道德 重新的變成每個人的基本常識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請問一下